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吴彩盈 二手楼市表现疲弱 由代理编制的楼价指数可以反映出来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跌至今年3月以来的低位 当中新界西的表现信息 楼市的负面因素还未完全浮现 楼价指数连跌三个星期 累跌近百分之二 由代理编制的二手楼价指数 最新报177.43 见今年3月以来的低位 按周下跌百分之1.17 代理预计短期内楼价会持续下跌 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指数分别下跌百分之1.23 和百分之0.9 以地区划分的话 四大分区全数暴跌 以新界西领跌下跌百分之2.1 九龙区跌幅也算多 按周跌近百分之1.9 港岛和新界东就分别下跌百分之0.73 和百分之0.04 值得留意的是 港岛区已经连跌三个星期 累积跌近百分之2 在133个成份屋苑之中 受楼层和单位质素影响下 有超过七成 即是多达95个屋苑 按月尺格下跌 仔细看今个星期表现最差的新界西 而香港黄金海岸 嘉湖山庄和柏惠豪园等屋苑 录得比较大的跌幅 只有四个屋苑站稳 当中碟翠峰升幅最多 其次是凝翠半岛 无线电视何止山报导 正当屯门有新盘折飞 招额仍够超过54倍的时候 二手气氛仍然不明朗 多区都录得低价成交 楼市充斥阴霾 近月录得多宗舍让或低价成交的 将军澳区 无论是新都城这类老牌屋苑 或是柳林比较新的日出康城都无一幸免 新都城近日再录得低价成交 来自一旗四座高层D室 实用面积近530尺的三房 原业主最初叫价800万 最终减价65万 以735万成交 创屋苑2018年之后 即是四年来的三房造价新低 参考对上一中在5月成交的同类单位 造价是795万 这次成交低了大约60万 由代理提供的相片可以看到 单位以厂厅设计 容易摆放架司 主人房有曲尺大玻璃窗 採光度好 外望扭境 也可以远望山景 有代理认为 近期是錄得涉样个案 是和这一区业主的年龄层有关 也有代理认为 最近发展商的推盘策略 间接令到二手市场受押 将军路都保持着有些新楼 可能都准备发售 很多发展商提供一些优惠 那些二手业主 如果它的价钱 不会不让一手发展商的价 更加便宜或更加优惠 那二手业主都愿意肯 叫做减少一些 另外向来都是涉样重灾区的北角 近日就联络两宗相关个案 其中维港重一座低层必室 实用面积近1,600呎的四房 以5,250万沽出 原业主在2017年以5,850万买入单位 持房五年账免蝕600万 单位贬值一成 而同区同样是半新盘的柏惠山 二座低层必室 实用面积大约830呎 以三房开计 成交价二千万 比四年前的买入价二千二百三十六万 低了二百三十六万 跌幅大约是一成一 代理说二手市场的低迷情况要持续多久 还要视乎疫情和整体经济表现 无线电视何芷山报道 有物业顾问预期 今年纳米楼落成量按年增加 但随着需求减少 连带相关的楼价都会下调 楼价在高位横行 甚至多过2020和2021年的总和 这三个谋歌策略谈 都是令到按揭保费是超低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那个中午持人约和加息 都令到这些小单位的需求减弱 再加上这些新的土地供应 包括一些招标的土地 指标和建局的合作项目和地币的项目 都加上一些限赤的要求 那这三个原因下 我们看到可能购买名链 那个纳米楼空的量 就会从高风水回落单 李远峰说 这一类单位的买家 投资者占超过一半 他们最近的入市意欲 已经大不如前 令到需求大减 将会直接反映在楼价上 中两联行指出 由近年多个主弹纳米单位的楼盘销程 反映到市场需求的变化 其中在2020年8月开售的屯门帝鱼金湾 首日就故称推售单位 但去年第四季推出的将军奥海因庄园 今年开盘的旺角进汇 和深水堡佳月 首日销程都已经回落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营舍潮流 参观浅水湾一个海景四房单位 室内设计是怎样呢 回来节目时间 浅水湾地段矜贵 海景放盘更加罕有 参观分层四房户 外望遼阔的浅水湾海景 装修保养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次回到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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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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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要提升单位的亮度 同时要配合业主的生活习惯 以及贯彻房屋的设计风格 现在做了一些傢俱 基本上遮了 落地窗 灯光不可以在地方特别暗了 没有灯 床头部分我们做了一些 调子纹的装饰墙 再配合一些灯光 方便屋主临睡之前可以阅读 另外在角楼上面 本来是一层天花灯 我们将那些天花灯移开 做了一组露轨的射灯 机动性都很大 因为屋主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 增加一些射灯的数量 变成可以将灯光光点 暗点 就可以随着一些射灯 还有你想射去哪一个位置 特定 譬如你想有些display 的东西 想照着它 那你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 调教一些角度 露轨射灯旁边 我们做了一组气氛灯 就是一组吊灯 增加一些工业的元素 就是这样做 业主虽然一个人住 但要收纳的物品 就一点都不少 设计师要在这个 只有大约二百尺的空间 挖出充裕的储物位置 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他说一柜多用 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 尽量将一些衣柜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尽量用 因为很难放到一组 很大组的衣柜 所以电视柜的一边 我们都做了衣柜 伸延上高一些地方 用了一些地方 做了一些储物柜 这个新宿楼梯 晚上需要上去睡觉的时候 你就拉一个楼梯柜 出来 你睡醒觉下来 你就可以把楼梯柜 在一个客帆厅里活动 增加了客帆厅的活动量 这个楼梯柜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其实它是一张反桌 一张反了上来的餐桌 一、两个人 甚至三个人 可以在那里用餐 也不够用 用餐完之后 它可以关上 或者反上来的时间 可以在上面 用一张书楼梯 也可以 今集先看到这里 不少人都会在家铺地毯 实用之余 都想增加室内的设计感 不同的地毯物料 会有什么用途 可否做到防污和防水呢 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自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